諾氏老闆賈若婷 為何被稱為醉牛韭菜收割機呢? 騙子祖師爺 原來背後有神被靠山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今天我們來講一個 靠騙之夫的男士 這位來自山西普通農戶的男士 出道十幾年來 不僅將許家印、孫文斌等大佬 當成了韭菜 還將張藝謀、鄧超、 王曉明等眾多明星 盡數收割 然後一陣風感捲錢到美國 只是留下了下週回國四個字 這個男人就是賈若婷 樂氏控股的創辦人 幾天前 北京證監局發表公告說 因為財務造假 樂氏網被罰款2億4060萬元人民幣 而樂氏網的實際控制人賈若婷 被罰2億4120萬 終身被禁止進入證券市場 這項罰款 創下了A股財務造假罰款的最高紀錄 證監會還披露 樂氏網由2007年到2016年 連續10年財務造假 樂氏網是在2010年的時候 在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 也就是說 在上市前的3年內 賈若婷就已經進行財務造假 而樂氏不僅一邊造假 一邊成功上市 而且還在10年時間內成功圈錢 將多個財商界大佬 知名投資機構、證券公司 乃至國家隊都玩弄在股獎之中 2020年5月 樂氏網被深圳證券交易所勒令退市 而在之前 2019年10月 賈若婷已經在美國 主動申請了個人破產重組 想藉此不還接近40億美元的債務 而這番花式操作 極有可能幫假若婷 由欠債的狀態變成自由身 那假若婷 到底是如何建造他的商業帝國 又如何騙到那些商業高手 投資精英的呢? 假若婷 1973年2月 出生在山西省商墳縣的 一個農民家庭 畢業於山西省財政稅務專科學校的 會計專業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 她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緩曲縣地方稅務局 擔任網絡技術管理員 也就是網管 期間 假若婷結識了當地院長的女兒李李 兩個人很快就結婚 1996年 婚後的假若婷 靠著愛府的40萬資金 成立了卓越實業 獲得了第一桶金 在緩曲縣這幾年 假若婷認識了一個神秘人物 這個人的家族 曾經勢力龐大手眼通天 這個人就是令計劃的弟弟令元成 在2002年 假若婷註冊了山西 西伯爾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經營通訊機站配套設備 在那一年的時間內 就獲得了中國聯通 在山西大半的業務 大賺特賺 這樣 一家剛剛成立的公司 怎麼就獲得這麼大單的生意呢? 據說 在一次飯局 是令元成指點了假若婷 叫他做機站配套設備 而令家和中國聯通有關係 作為交換 假若婷需要拿出一部分利潤 給令元成 兩個人一拍即合 2007年11月 西伯漢科技 在新加坡上市 2010年 正通會計的假若婷 以發展樂事業務為理由 在新加坡搞了一次股票增發 一共2,800萬股 每股0.4087波幣 憑值此舉 假若婷又撈了一筆 吊詭的是 西伯爾科技由2008年開始 連續三年的純利率都非常高 都是20%以上 由聯報上看 發現公司的主要客戶是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但是之後的幾年 公司就連續虧損 到了2016年 西伯爾科技由新加坡退市 外界懷疑 假若婷在財務上造假 瘋狂在新加坡股市撈錢 而他由新加坡股市撈的錢 又支撈起另一個騙局 樂市 假若婷的公司有的特點 一般都是 開始營利特別好 隨後就變成虧損 那就和他的造數手段有關 我們等一會不會說一下 他是怎樣做數的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樂市 2004年11月份 假若婷成立了樂市網 據說也是得到令元城的指點 根據工商登記資料 樂市網成立的時間 正好是令元城 將天天在線註銷之後 這個天天在線的背後 是中國聯通 2008年中國網通和中國聯通合併 背後的是江澤民的兒子江綿衡 2005年就是假若婷成立樂市的第二年 又再度和中國聯通合作 樂市成為了聯通的串流媒體內容提供商 隨後 樂市又藉聯通案例 和中共央視中影集團展開合作 快速感擴張 令樂市的資金鏈幾乎斷裂 2006年裁員多達80% 但是2007年西伯爾科技在新加坡的上市 為樂市獲得了資金 2008年 樂市網在令元城的幫助下 獲得了深圳創新投資 惠金立方資金 深圳南海成長精算基金 三間合共5,200多萬的投資 其中惠金立方就是令元城擔任董事長的公司 它投資360萬7,100元 持股6.06% 成為樂市網第二大股東 2010年 在深圳創新投資和匯金立方的幫助下 樂市順利在深交所創業版上市 成為中國在線視頻網站第一股 而財務奇蹟亦再次出現 當其他視頻巨頭都虧錢的時候 樂市居然在上市前三年都有利潤 而上市之後呢 樂市的資金流開始出現問題 財務狀況和新加坡上市的西伯爾科技非常類似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假會計是怎麼做數的 以版權攤銷為例 在美國上市的優號版權費攤銷為3年 第一年是70% 第二年20% 第三年10% 而樂市就將版權費攤銷延長為10年 第一年攤銷大約10% 而對於市伏器類資產 優號等其他平台都是採用3年的折救限期 樂市不一樣 假約亭採用了5年折救限期 按照這個方法 頭幾年減少攤銷費用 大部分費用推到未來幾年 這樣公司早期的帳目就變成盈利 而後幾年就是虧損 慶華資本的CEO巴凡在評價樂市的時候說 業內排名在第17的視頻網站 就擁有排名第一的財務指標 那是變棄法嗎? 樂市網上市之後 股價市值一路高企 於是假約亭開始了瘋狂套現 2014年 假約亭的姐姐假約方 以每股50元的高價 連續賣出4,700萬股 一共套現22億元人民幣 這個時候出現了個插曲 2014年12月 另計劃因為涉嫌嚴重遺紀 接受調查 2015年3月 令完成出途未過 此同時 假約亭繼續瘋狂套現 2015年6月 假約亭以每股70元的高價 連續賣出3,000多萬股 套現25億元 10月份 假約亭又以每股32元的價格 轉讓了1億股給欽根資本 套現32億元 為了不引起恐慌 假約亭哄股民說 套現的錢 將會借給上市公司使用5年 不計利息 但是一財經由公開的資料發現 2014年以來 假約亭通過各種手段 套現至少400億元 支出最多270億元 有大約130億的巨額資金去向不明 2014年 假約亭在美國 成立了法拉第未來公司 號稱要建造智能電動汽車 而樂視網也加速向體育 綜藝 動漫等領域發展 這兩個方案 都是假約亭 要將他的商業帝國轉移到國外 我們在最初提到 假約亭這個人很懂得割韭菜 一般人割韭菜只是向下割 而假約亭就收割了多位大佬 融創中國的董事長 孫雲斌也是山西人 和假約亭是老鄉 由2017年以來 孫雲斌一共入股了樂視三家公司 出資150億 作為假約亭的老鄉 孫雲斌曾經在公司的業績發佈會上 陷著眼淚 說如果他不投樂視 樂視就死 他就要幫假約亭 在孫雲斌投資的150億當中 60億4千萬 買入假約亭手上的樂視股票 10億5千萬買了樂視影業股票 不過這共70億9千萬 就直接入了假約亭的個人荷包 被他套現了 2017年7月6日 假約亭就去美國洛杉磯 說是下週回國 但到現在就快4年了 假約亭再沒有回中國 另一個被騙的是許家印 許家印是恆大公司的老總 2018年6月 也是假約亭 走去美國就快1年 恆大健康發表公告 說投資8億美元 成為法拉第未來的大股東 而在之前的2017年11月的時候 恆大的子公司 香港時泳公司和法拉第 簽訂合併營購協議 協議約定恆大在3年內 投資20億美元 恆大在2018年底前 支付8億美元 2019年支付6億美元 2020年支付剩下的6億美元 恆大在2018年5月 就提前支付了第一筆8億美元 但先只有一個多月 假約亭就說8億美元基本已經用完 要求恆大再次提前支付7億 恆大拒絕後被假約亭告上法庭 假約亭利用在合資公司多數席位的權利 2018年10月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出仲裁 要求剝奪恆大作為股東 享有的有關融資的同意權 並解除所有協議 剝奪時穎在相關協議下的權利 最後雖然雙方達成和解 但短短幾個月 假約亭就收割了許家印8億美元 不可謂不肯 再來談談韜韻資本CEO溫曉東和賈約亭之間的恩怨 據溫曉東自己的說法 他和賈約亭達成協議 賈約亭將樂士收購的網約車公司 易到用車過戶給韜韻資本 而韜韻借錢給樂士 然後賈約亭會用出售樂士網股票 籌集到的資金再回購二度 韜韻資本隨後向賈約亭提供了兩筆借款 還欠大約8億元 但不幸的是 2017年7月 賈約亭所持有的資產被凍結 出售股票一試 胎死腹中 於是溫曉東約賈約亭在香港見面 想知道他要怎麼還款 賈約亭就說 可以出售二度來還款 但需要溫曉東簽署代詞協議 令溫曉東感到震驚 因為賈約亭不僅沒有還溫曉東錢 還想將本來應該轉給溫曉東的二度買了 結果是溫曉東撈到拔了門走 那為什麼溫曉東把錢借給賈約亭之後 就沒有獲得二度的控股權呢? 當時二度境外股份已經完全變更 但內地股份仍然在賈約亭手上 這意味著偷賺資本 並沒有獲得二度的控制權 經過多次協商賈約亭開出條件 假如韜韻資本再提供4億借款 他就會配合變更 無奈下韜韻資本 最終答應向樂士追加2億借款 想完成變更 但韜韻資本接手後才發現 二度的債務竟然增長到14億 最終韜韻資本 自己扔了這14億的債務 除了上面這些精英大佬 據啟信寶數據顯示 樂視影業的股東裡 還有19位明星 如直接持股的張藝謀 張紅磊 黃曉明等人 以及間接持股的孫麗 鄧超 劉韜等人 這些人的總投資額超過2億元 有網友就專門 幫假若庭統計一下 他這幾年的收割成果 說他一共收割了兩個超級大佬 19位明星 17間金融機構 20多萬的股民 成為全宇宙最牛的韭菜收割機 不過假若庭割韭菜 是連自己的下屬都不放過 一位離職的樂視網高層透露 假若庭自己高位減辭 但是就不准樂視的高層減辭 相反 都增持來填補他畫的行程 2015年9月 樂視三位高層 梁君、高飛、吳亞洲 合共增持近1,000萬股份 2016年9月 樂視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完成 增持達到5億1,000萬元 其中有10位高層合計出資1億4,000萬 然後2020年7月 隨著樂視被退市 這些高層手上的股票 也成為了廢址 但是最可憐的應該是內地28萬的小股民 他們的資本被綁實 血本無歸 而賈若庭依然在美國逍遙 繼續著他的做車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